没有房贷的人真的是太可怕了 最近网上就流传着一句调侃房地产的话 就是没有房贷的下属真的是太可怕了 我骂他呢 他居然敢顶嘴 虽然知道无房无贷的人不好惹 但是这两天在网上看到这么一个案例 还是被他们的杀伤力给震惊到了 有位95后女生就在深圳买了一套房子 把这份喜悦分享到网上 结果评论区呢 几乎全部都是冷嘲热风啊 听听网友们都是怎么说的 你这个房奴真的是给95后丢脸 欠了一屁股债 有什么好得意好炫耀的 背负那么多房贷算啥争气 95后呢不需要这种争气 等你的房子呢将来法拍了 希望呢你还能够笑得出来 这位95后业主啊 看完评论之后也是非常的纳闷 于是呢发出了一个灵魂拷问 95后买房到底怎么了 现在的风气为什么会变成这样 我大概看了一下这位业主的一个情况啊 他的搞钱意识呢还是比较强的 毕业五年之后呢就在深圳买了房 总价是三百多万 首付资金呢没有靠家里 可以说已经赶超绝大部分一个同龄人 即便是放在近些年 众多深圳首套房的一个案例中 也是百里挑一的啊 然而呢就是这么励志的一个女生 这么励志的一个故事 却成了某些人眼中的一个所谓的笑话 我们不禁要问 年纪轻轻的就负债累累成为房奴 这真的很丢人吗 这其实是一个老生常谈的问题啊 早在十多年前互联网上 大多数人都看不起贷款买房的人 并把这些人呢称为房奴 记得有句话是这样说的啊 没有任何人来到这个世上呢 韩窗哭读十几年的书 就为了还三十多年的一个房贷 十多年过去了 当初那些大城市里面的房奴呢 很多都成为了一个中产 有少部分人因为买房尝到了甜头后呢 甚至买了好几套十几套房 这些人呢都已经步入富人的一个阶层 美国前总统特朗普曾经在一个演讲中就说过啊 贷款这种事呢我可拿手了 我是超级爱贷款的我就爱别人的钱 贷款呢是让我赚了好多好多的钱 当时的这个演讲现场是一片爆笑 但是确实呢却说出了一个核心的本质 几乎的没有人能够不通过贷款而成为有钱人 拥有呢优质负债能力本身就是一种实力的体现 我举一个例子 二十年前你在深圳的月供两千块钱 觉得压力非常大 现在呢啥感觉都没有 背后的真相就是这些年的通货膨胀和工资的涨幅 会缓解大部分人的一个房贷压力 所以说呢贷款在大城市里面买房 可能就是普通人这辈子能够得着的最大的一笔投资 这是一个非常明智且长远的一个投资思维啊 短期来看没有房贷的人确实活得自由自在 看起来很酷很爽啊 但是呢很酷很爽的事情一般都比较具有迷惑性啊 既想富贵又不愿意奋斗 既想财富自由又不愿意奴隶 现实中哪有这么多童话故事呢 即使有那也是别人富倍积累下来的 别人三代人的一个积累 凭什么输给不想奴隶的一个键盘侠呢 所以说呢视频的背后还是劝大家 千万不要成为那种恨人有笑人物的键盘侠 这种人呢将永远生活在社会的一个最底层 勇士呢不得翻身 大家觉得呢是您您会贷款买房吗 欢迎在评论区里面留言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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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